说到减水,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可能是务票的风暴 不过其实务票在早期就设有文庄电价共助典 是古早减水人去求科文的信用重心 你会让为了和学生可以在到博比 特别在1月11月12日来基盘国典文庄质 同时主要邀请附近的各种学校到这里的学生记忽 大学科技可以顺利在到合成质 大家下期在北高 大家减水务票为了帮助学生可以求在合成质 营处古板外景文庄质的外党 让学生在在记后的过程当中了解在台传统文化 祝福新兴安宁,顺利可做好心结 今天很高兴来到我们盐水五庙月经文昌祭的大典 来向我们文昌帝君 还有文恒圣地 还有至圣先师来祈求 祈求我们盐水地区 还有大兴营地区 还有台南市的所有的考生 都能够考运很好 都能够考上理想的志愿 当然很多事情要人也要神 包括我们考试的事情也一样 平常书要读好 然后考试的时候考运要好 就有机会 有很大的机会考上理想的志愿 为了要向科兴有一个好菜头 每楼特别准备孙子 上上科技顺利 还有庆材、菜头顺顺利相关的基生物 就向所有的科兴 都能够顺利 今年是没有中的好大学 所以五庙今年也准备了很多东西 比如说他准备了芹菜 希望学生能够勤奋向学 也准备了菜头 就是让学生有一个 薄一个好的彩头 也给学生准备了一个凤梨 就是希望他们的考试运都很旺盛 然后还有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还有韭菜呢 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十拿九稳考试的时候 能够发挥最好的实力 然后还有聪 就是让他们有聪明跟智慧 然后同时不能免俗的 我们还有准备了粽子跟包子 就是希望让学生能够包粽 然后稳定他们的心性 让他们考试考得更好 然后能够在学业上面也能够更进一步 最好启动专专专专专专专业 去再次再会过回文革 aving endless不错 hasn't yet